驚喜龐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醫師好辣 醫師好辣 疾病彷彿隱藏地雷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症狀就像胃爆彈 一不小心就在體內一觸即發 好辣軍團們又身處在 哪些危險當中呢 猜小或是夏宇童 大家好 我是夏宇童 大家知道嗎 其實如果癌細胞的數目 如果沒有到一定的數量幾天 其實影像學的檢查是看不到的 那怎麼 那幹嘛做健康檢查 所以就有可能就是 你知道病人已經離癌了 但都不支持 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不知道 應該是說健康檢查 還是得一直不斷定期去做 對 因為這個就顯現 金婆婆 銀婆婆 他們離開之後 因為醫學貢獻上 他們就做解剖 就發現為什麼能那麼長的時候 他發現身上也很多癌細胞 只是沒有發作出來而已 所以 當然也有聽到朋友說 有一個年齡了 去檢查是OK的 過半年 七八個月 他陪朋友去健康檢查 朋友說來來就來了 就一起檢查嘛 他說我剛做完檢查 沒關係 陪我做一下 結果他真的陪他做 就發現 所以這七八個月變化是有的 那這樣聽起來 觀眾很沒希望 他說那我看你節目幹嘛 你說健康檢查也檢查不差 他一直知道我們是健康檢查 很絕望的感覺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我就問他 你有沒有做健康檢查 有 我有做 你為什麼做 是因為這個節目 因為這個節目 更促使我 就是乖乖的 就是每一年 就一定會去檢查 你有什麼病痛嗎 因為我胃 就是之前是胃退癢 那我一開始做健康檢查 我之後其實有懶了 大概五年 我都沒有去做 然後就因為來到這邊 當小護士之後 我每天聽 我覺得好像肚子痛 我巴不得可以兩個禮拜 就是見健康檢查 那因為不行 所以有的人會躲避 說到底看我們節目 他會受到害怕 還是說有的人很感激 說你的節目真好 那我看了之後 獲得很多醫學常識 就見仁見智 你自己去 因為身體就這樣 我也沒辦法對不對 所以我們隱形的地雷別無處 那要東閃西躲也難全身而退 身體就是要常常照 然後最珍貴的 最寶貴也是我們自己的身體 來 請看第一項 被忽略的症狀難判別 疾病比你想得更嚴重 我跟大家講得很常聽到的這種 聲音沙啞 因為這很平常 像彩花姐一定有常這種心靈 我現在就沙啞了啦 對啦 怎麼辦喔 那我是怎麼了 我得了重病了嗎 你絕大多數還是感冒啦 然後被KDD上太久啦 或者是太愛講話了 對 或者叫太大聲 那可能莫名其妙 沙啞我們要小心什麼可能性 這個真的是滿可怕的 就是所謂的 肺 這也是一個會有 可能會忽略掉的症狀 我講個案例是這樣 一個六十幾歲的一個男性 他是我的一個慢性病患 高血癌 糖尿病 定期來回診 在今年夏天的時候 就兩夫妻還有女兒 一起陪來就診 就說 那他女兒就說 他爸爸最近怪怪的 這兩個禮拜都一直說 嚴重沒有食慾 都吃不下飯 我就說好吧 看到女兒很憂心 我說我們抽個血檢查看看好了 我們可以先普遍的 用個大方向檢查看看 就抽血報告看到說 白血球好高 還有發炎指數高到十點多 那正常指數大概就是 零點幾 零點幾 他就不太對勁 這個發炎指數那麼高 白血球那麼高 我就開始再繼續問說 真的沒有任何不舒服嗎 你怎麼會這個發炎 身體裡有個感染 有個發炎才會那麼異常 他就很認真的去勉強說 剛剛在等報告的時候 他有想到說 他覺得自己尊嚴比較 可是我們旁邊人 其實聽不太出來 我聽到是因為他 他一次有抽菸 那我聽一聽就有點擔心說 抽聲呼吸道 我就再仔細聽一下肺音 真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異常 有時候肺部就抽菸的人 可能稍微粗糙一點 你有沒有聽到說 哪一邊不對稱什麼的不對 我說好吧 那我們現在再進一步 X光片檢查一張 照X光片放在PAS上一看 我就想說糟糕了 我就跟他說 左上肺這邊 有一個 那我就趕快安排電腦斷層 下午照出來就發現說 在左上肺 大概 那旁邊都已經有點 局部有點壞死了 所以發炎指數就高起來 那種血腔就淋巴轉移 那為什麼會殺癌呢 就一個 我們在控制聲音的出來 叫喉反神經 當你壓迫的時候 就有這個沙啞的問題 那當然緊接下來 就有很辛苦的一段治療 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 我們在肺癌的初期診斷 其實 沙啞是一個很常被忽略 可又很常看到 或者說 你慢性的咳嗽 或你不眠於雲的 只要你覺得 你也沒有特別去使用聲音 也沒有說特別的費力 可是你最近就突然覺得很沙啞 那你也覺得 你也沒有感冒什麼的 可能要稍微警覺一點 那我就還好啦 因為我都一直在尖叫 如果叫台下的要尖叫聲 對 像彩华講的時候 KTV唱歌拼命叫 那也是一天而已 他這樣講的是 對 這個就會比較危險 所以我算我還好啦 那另外我要分享的 常見的一個症狀叫 那如果腰痛大家大概很常見嘛 那如果講到腰痛會想到什麼 扭到 腰痛啊 結實 對嘛 結實 瓜哥就是 連一個結實 一個可能 脊椎側彎 對 這就是脊椎 對 就像彩卓姐跟瓜哥分享 可能胰臟有問題 哇 這麼有問題 胰臟嗎 我們問一下阿姨 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阿姨太 過度使用衣仗就有了 衣仗就有了 這個也有 我也這麼認為 對 什麼問題 結果呢 我的這個案例是 感染 我自己就是一個 五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本身又剛好是 所謂一個 勞力工作者 那你勞力工作者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會去搬種嘛 對不對 常常腰痠背痛會覺得 天經地義了嘛 所以他一開始就覺得說 我這種腰痛呢 應該就是 我搬東西搬太累 所以他先去吃消炎止痛藥 自己吃一吃就覺得沒什麼用 就去看醫生 那就像剛才彩卓姐 覺得說是不是脊椎的問題 那骨科醫生也說 大概是你使用過度 然後就叫他去做復健 然後也繼續再給他另外的 消炎止痛藥 吃了一段時間之後 好像止痛藥只要一過去 就會不舒服 後來骨科醫師就覺得說 怪怪那你會不會 因為你就問他說你的工作內容 然後是不是少喝水 就懷疑瓜哥剛才講的 會不會腎結石 好 那他就去看泌尿科醫師 那這種勞力工作者 本來就會汗流比較多 水喝比較少 所以你去給他驗尿 又真的也有看到有一點點結晶 就往這方向去治療 一個禮拜回去 怎麼都沒有比較好 叫他多喝水 然後那個也開這種 所謂的泌尿道感染的藥給他吃 那他又特別去注意他的狀況 後來那個泌尿科醫師就說 那不然幫他做個腎臟超暈波 看有沒有水腎這樣 結果一做腎臟沒問題 可是在腎臟的旁邊 就看到一個很奇怪的影子 就跟他轉那個消化內科醫師 結果消化內科醫師一照 就是一個 對 那實際上他這個變成就是說 因為他本身也沒有密吸肝 現在的很多肝癌 有形形澀澀的各種原因 黃麴毒素 酒精性脂肪 或者是這種脂肪性肝炎 引起的都有 那開完之後呢 雖然病人恢復的還滿好的 但是實際上來講 他那時候在這個右邊的這一個 為什麼會造成他腰痛 就是說他那個肝癌很大以外 壓迫到右邊神經以外 他有點侵犯到他右邊的一個腎上線 所以其實他的手術上來講 其實出血量就沒有很少 他出血量出的大概快一千CC 我剛才講的 因為他自己的警覺是說 他不管看哪一顆 他的腰痛 止痛要只要一過去 他就沒有變好 而且越來越持續 越來越嚴重 那也還好那個密尿科醫師夠警覺 不然再拖下去 可能之後就更沒辦法收拾 這樣 對 怎樣 你比較刺一刺就好了 脂肪肝就是比較胖才會這樣 不是 他們應該要發明那個 能治脂肪肝的藥 都沒藥質 沒有 你就刺就好了 刺就好了 對不對 是不是 醫生 對 對 你脂肪肝就是 因為你就是 你就問小禎看怎麼刺的 他說可膩耶 他以前胖的時候脂肪肝很高 對 真的嗎 後來他運動瘦下來 那個脂肪肝完全黏了 對啊 我想要那樣 好難喔 為什麼不發明一種 要刺下去就沒有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莫名其妙的血糖身高 有 胰臟癌 對 我也是胰臟癌 胰臟癌很玩 我想很厲害 天啊 胰臟癌很難檢查得出來 對 那其實 我就是因為這樣莫名 我以前血糖沒那麼高 就前一年 這一年吧 身高很多 我覺得莫名其妙 我覺得我懷疑又腰痠了 我就去檢查胰臟 昨天報告出來 完美 你講快一點 你這個胰臟是我看過的最漂亮 你這個胰臟是我看過的最漂亮 所以我們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他一講 我就知道是胰臟了 來 繼續 我大概十幾年前的時候 遇到一個病患 五十幾歲 他身高一百八十幾 他家人帶他過來 他說 而且吃得很多 家人說這吃這麼多 怎麼還那麼瘦 覺得是消化 吸收不好的問題 所以來我們這邊看診 看診的時候 我們先幫他做超音波 也做基本的抽血 都沒有特別問題 但是抽血的時候 發現他血糖特別高 這個要做處理 是糖尿病 那時候很直觀 就覺得是糖尿病 就給他胰島式跟恐怖藥 治療完之後 其實他很快 體重就有上升 他兩個禮拜就上升了30公斤 家人本來很高興 就後來他治療個 兩三個禮拜之後 他開始覺得他肚子會痛 肚子不舒服 怪怪的 因為血糖要吃的 腸胃會不舒服 不過他 因為他覺得很不舒服 我們還是有幫他排胃筋 排完之後 也只有一點點的 一開始有改善 可是隔兩個禮拜之後 他說還是會痛 而且會痛到背部 因為不舒服 通常如果你治療完之後 除非很不舒服 一個男生不會那麼喜歡看診 那麼常來 對 那後來我就問他說 後來想到你糖尿病 家裡有沒有人糖尿病 他說他家裡都沒有人糖尿病 就只有他 我後來想像不太對 因為他180幾 那時候80幾公斤 這樣也不算非常好 也還好 對 就幫他排個電腦斷層 做出來之後 果然他在胰臟的尾部有 但這種超音波是看不到 因為超音波只可以看到 胰臟的體 是 那後來這個只好去做治療 那現在新的概念 其實大家都 現在都有這個概念 就是如果你出診斷是糖尿病 可是你沒有家族病死 也沒有特別胖 也沒有特別 突然間產生一個糖尿病 可能胰臟方面的檢測是 它是有某種程度的重要 像這個case 因為他在十幾年前發生的時候 其實他從糖尿病的治療 改善到他診斷胰臟來 大概差不多一個多月 其實也很快一個多月 可是問題是 他很幸運是他後來產生症狀 他假設沒有產生症狀的話 可能那時候也會一直給他 一直擺著 實際上他只有胰臟來 所以以現在比較新的概念 認為說如果假設不明原因 突然間產生了糖尿病 沒有特別胖 沒有家族病死 我們都還是要考慮一下 有沒有可能胰臟有一些問題 而且胰臟癌還有一個症狀 會一直瘦對不對 胰臟會一直瘦 這個case要特別的地方是 它變瘦原因可能有兩個 第一個是胰臟癌 第二個是它是糖尿病 本身變瘦 因為血糖很高的時候會 會利尿 它糖分是一種利尿 因為那個尿會一直都排出去 所以它排出去之後 它脫水之後它變瘦 因為許豐大哥以前 他不是胰臟癌走的 他就說他怎麼發現 他就一天 幾乎 一天就要瘦掉一公斤 所以他覺得很詭異 一天一公斤好可怕 還是我記錯一個禮拜一公斤 我忘了 反正瘦很快 快速的瘦是不健康的對不對 對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